床下震起了一地的灰 朱朝阳弯腰爬出床底 又把两个盖满灰尘的大箱子往底下塞回去 站起身拍了拍手 回头说 现在相机藏在最里面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我们一定要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如果那个男人问起来 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好吗 普普皱着眉 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随即用怀疑的目光 投向了太笨的丁浩 丁浩略显无奈地叫道 我不会被他套出话来的 放心吧 好了好了 咱们还是商量一下 怎么才能把钱拿到手 朱朝阳说 拿到钱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平安地拿到钱 平安地拿到钱 难道 难道那个人还会把我们杀了灭口不成 朱朝阳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你看他今天的表情就知道了 要吃人的样子 他是看我们年纪小 想故意吓唬我们吧 朱朝阳撇了撇嘴 我不知道 普普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朝阳说的有道理 万一他不打算给我们钱 只是想杀我们灭口呢 丁浩说 可是相机在我们手里啊 朱朝阳点了一下头 对 只要相机没落到他手里 他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你瞧他今天的样子 我说先回家把相机放好再回来 他的脸都绿了 后来普普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明明很生气 但还是忍住了 我想啊 就是因为相机还在我们手里 可是最后交易成功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相机给他的吧 普普想了想 冷笑道 那也可以不把相机给他 不给他 丁浩惊讶的望着他 怎么不给他呀 只拿钱 不给相机 丁浩干张嘴说 他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只给我们钱 我们不把相机给他呢 普普的眼角微微瞇了下眼 我们要求他先给钱 等拿了钱之后 我们不把相机给他 他也对我们束手无策 难道他会去派出所 告我们骗他 这样还能继续威胁着他 相机在我们手里 他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如果过几年钱花完了 还能接着跟他要 丁浩想了想 犹豫道 这个办法 好倒是挺好 这样 他就成了 我们的提款机了 而且他再生气 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可是 我们这么做 不太合道义吧 道义 普普挟视了他一眼 鄙视道 不要学电视里的人说话 朱朝阳很果断的摇了摇头 这办法不行 为什么 电视里放过很多这种事情了 拿着别人的把柄威胁他 勒索钱财 第一次 第二次 别人都照办了 可是三番五次之后 把人逼到了极限 他再也受不了 就把对方给杀了 你们想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 三个小孩拿着相机 几次三番的威胁你 跟你要钱 你会允许这样的事情 一直发生下去吗 不会的呀 所以这么做 很可能真的把他逼急了 杀了我们 丁浩说 那怎么办呢 只能交易一次 一次过后 我们跟他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彻底不认识 可是你前面说的情况 我们把相机给他之后 他会不会还想着杀我们灭口 虽然相机已经给他了 可是我们毕竟知道他杀人的事实啊 朱朝阳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丁浩眉头皱了起来 那怎么办呢 给他也不行 不给他也不行 难道只能交给警察呀 朱朝阳同样摇了摇头说 当然 更不可能交给警察 丁浩急躁的说 那你说 到底该怎么办呢 朱朝阳说 我们拿到钱之后 就把相机给他 但是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们要在光天化日 大庭广众之下 把相机给他 在外面 他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绝不能让他知道 我们住在哪里 这样一来 他找不到我们 时间久了 他见我们 没把他杀人的事情说出去 自然就会放弃灭口的想法了 两个人想了片刻都点了点头 觉得朱朝阳的主意稳妥 朱朝阳继续说 但是我们现在 对到时候具体怎么交易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想 为了确保安全 下一回实际交易的时候 我们把相机留在家里 要先拿到钱 再到公开场合 偷偷把相机给他 此外 我们去交易的时候 只去两个人 这样 他知道我们其中一个人 留在外面 如果去的两个人出事 另一个人自然会报警 这样一来 他就不敢对去的两个人怎么样了 普普点了点头 很是赞同 留一个人在家 只去两个人 这个办法很好 丁浩笑出声来 是啊 我就说朝阳最聪明了 那我们哪两个去 哪个留家里 朱朝阳说 我和普普去 你留家里 为什么是我呀 你们两个个子小 他万一对你们使坏呢 我个子高大 防御力高啊 至少可以抵抗一下伤害啊 普普白了他一眼 如果他真想杀人灭口 你去也是一样 你个子高 还是打不过他 别以为你是孤儿院里的大家王 你根本不是成年人的对手 他比你高一大截 而且他是成年人 力气也比我们大多了 说不定他还有武器 最重要的一点 浩子 你实在是太笨了 我怕你被他骗 不能说的话 说漏嘴 丁浩怪叫着 哎 普普 如果你不是我妹妹 我一定揍死你 朱朝阳连忙笑着 充当何事了 哼 好了浩子 你就留家里玩游戏吧 唯一记住一点 如果有人敲门 你一定要先看看是谁 不是我们的话 无论如何不能开门 知道吗 好吧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 玩玩游戏吧 听到玩游戏 他的热情瞬间盖过了 替他们阻挡危险 早上出病 中午吃酒 下午跟各路帮忙的人结账 和收拾善后 这几天徐静 已经对张东升表现出 外人看得见的反感 张东升父母 不愿意再继续留在徐家 看人脸色 提前订了火车票 连夜返回老家 张东升送走父母之后 回到家里 家里只剩了徐静一个人 他走过去 伸手刚要搭上徐静的肩膀 徐静警惕的从沙发中一跃而起 退到一旁 别碰我 张东升的手停在半空 这个动作保持了一两秒 随后放下手 低头叹息了一声 轻声说 对不起 没照顾好爸妈 真的对不起 徐静冷冷地望着他 盯了很久 嘴里冒出几个字 接下去 你还想怎么样 张东升一脸茫然 什么怎么样 你还想做什么 张东升皱眉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徐静走到远离张东升的一张沙发上 颓然坐下 目光呆滞地看着面前的空气 我们离婚吧 离婚 张东升缓缓地坐下 掏出香烟 点燃了一根 深吸了一口说 爸妈刚走 你就要离婚了吗 离婚吧 新房子给你 你如果先不够 你还想要多少钱 你说 我实在是不愿意过下去了 张东升苦笑着摇了摇头 徐静 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了 我和你结婚是为了歉吗 当初认识你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你家里有钱 你也没嫌弃我是个穷学生 为什么到今天 会变成这样 徐静没有说话 张东升接连叹息着 也对 生活 总是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怪我没有本事 虽然是这大数学期毕业 却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 出国留学 当公司高管 每天谈的都是大钱 都是事业运作 我呢 我每天只能跟学生 谈中学那些幼稚的数学题 我又是个农村的穷学生 爸妈什么钱都没有 你呢 在烟草公司工作 家里面五套房子 从一开始我们结婚 就是个错误 现实的门第差距太大 是我太天真了 徐静双手掩面 轻声哭泣起来 不要哭了 看见你哭 我就伤心 好吧 只要让你开心 一切我都无所谓 你去年就想着离婚了 我一直求着爸妈劝你 想必更是让你反感 现在爸妈走了 这次的事故 也是我的错 我自觉对不起你 好吧 我同意离婚 房产我不要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自己去学校旁边租个房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能不能帮我爸妈 在他们老家县城 买一套房子 不用大 够住就行 我希望他们能过得 稍微好一些 徐静气不成声 抬起通红的眼睛 望着张东升 张东升低头抽着烟 苦笑了一下 误字道 遇到你 我从来都不后悔 我 对不起 徐静哽咽地说出这三个字 不要说对不起 你永远是我的公主 我 徐静犹豫了一下说 那套新房子 还是分给你吧 你爸妈县城卖房的钱 我也会出的 瞬间 张东升的眼睛微眯了一下 低头掐灭了香烟 冷笑着自语了一句 原来你还是要离婚 他抿了一下嘴 抬头说 爸妈刚走 现在离婚 亲戚要说闲话的 等过几个月行吗 徐静想了一下点点头 然后吞吐地说 我 我想搬出去住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最后几个月 你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 徐静低下头没有回答 张东升苦笑了一下说 这就是所谓的分居 徐静还是没有回答 张东升叹了口气说 好吧 你想什么时候搬出去住 今天开始 张东升愣了一下 沉默半上 叹息了一声 你不必搬了 这本就是你家 该搬出去的是我 这样吧 等一下我收拾一下 我搬去你家新房子住几个月 等我们离婚之后 我再搬出去 另外找房子 这样你觉得可以吗 我 对不起 张东升伸展了一下手臂 站起身来 走过徐静身旁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徐静神经质地跳起来躲到一旁 张东升愣了一下 吃一刀 你就这么怕我吗 没有 我精神不太好 对不起 是我没照顾好你 他叹了口气 去房间里收拾衣物和日用品 心里想着 徐静 必须要早点解决了 他显然是怀疑 自己 杀了他爸妈 我站在一旁 我今天帮我 听说的 我还能帮你 我 感谢观看